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有一條直線 通過3-2跟互1-0 將平面分成兩半 則包含 4-1 這一部分的半平面 滿足下類哪一個不得是 我們先把這條直線找出來 這條直線我用2.4的公式 Y-0 等於斜律 斜律是2-0是2 3-1是4 然後x 減掉-1加1 這是1 這是2 所以這條直線方式是2Y 等於x加1 我把它移過去以後就變成 x-2Y加1 等於0 0 等於0 再把4-1帶進去 看是大於0還是4 這個就是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就是x加3-2Y 加1等於0 這一點在這邊的話 我們一看的話 這個半平面應該是大於等於0 我們驗證一下 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它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 看它會等於0 還是大於0 還是小 我們把它帶進去 但是4 減掉多少呢 4減多少呢 減掉2乘1加1 這個等於多少 4減多少呢 這是5嘛 5減2等於3 這是大於0 所以這半部的話 這是x-2y加1 加1 大於0 這部是大於0 這等於0 這小於0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哪一個 x-2y加1 大於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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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應該選D